其實昨天那一個就是典型的瑞士乳酪理論 就是要拿出來檢討 基本上是這樣 第一點你把它當作是一個測試或是演習這樣來思考是比較好 有看到幾個問題 第一 這個如果真的有發生事情 國防部會發出錯誤的訊息 哇 這個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 第二點 如果政府出來解釋 老百姓都不相信 或是懷疑這怎麼辦 第三點當然就是說 這個到底從前面到後面 真的這些問題是 之前都沒有演練過 所以老實講 蔡英文說大家不用害怕 講那句話才讓我害怕 就是說 欸真的飛電打來 大家當場要往哪個地方躲 大家曉得嗎 所以結論是這樣 這種事情還是一樣 我每次說建立一個正常的國家 第一步是 政府是可信 政府講話老百姓會相信 今天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做什麼事情 老百姓還想說 這個是不是在操作什麼選舉策略什麼 所以這的確是 國家的根本問題 一樣嘛 其實真正問題就是說 剛才問那題 政府講話老百姓不行 再來是 欸真的有事 國防部會發錯誤訊息 我覺得這真可怕 還有一個真的飛彈打過的 大家是要躲哪裡 所以這絕對不是總統一句話說 大家不用害怕 大家就真的可以不用害怕 這反而是我們就要害怕的 不過大概是這樣啦 我倒覺得 選舉快要到了嘛 也不用把這些事情做太多的這種政治操作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如果是我的話就真的把這事情寫下來 一 二 三 四 我們到底發生過哪些可能改進事項 還是把它改進 又把它改進掉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正常國家應該做的事